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177页范例2 一个容量为10公升的氧气瓶 装一个大气压 在大于12大气压的时候 就会排出气体的泄气阀 这个氧气瓶有300度压力300K压力10大气压的氧气 在运送过程中 氧气被装在车厢中 后来温度升高 泄气法正常工作 排出气体 最后压力是12 温度变400 请问排出多少的气体 这个其实很简单 就用我们学过的理想气体方程式就可以了 首先是排出前 排出前的话 它的压力是10 它的体积是10 它的莫尔数脚加就N1 然后再乘上R 再乘上300 这样就可以把第一个条件写出来 100就会等于N1乘上R 乘上R 乘上300 那后来呢 后来的压力是12 后来的体积还是10 然后后来的气变少 量变少了 所以叫做N2 然后乘以R 乘以400 这样子就可以算出N1 这样子就可以算出N1 N2的差异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和第二个式子相除 就会得到N1 就会得到120除以100 就会等于N1乘以300 就会除以N2乘以400 倒反了 N2乘以400 就会除以N1乘以300 所以最后就会得到N2比N1 就会等于12比上10乘以4分之3 所以等于10分之9 等于10分之9 那我们又可以从第一个式子知道说N1是多少 N1其实就是 3R分之1 对不对 然后从刚刚算出来的是N2等于10分之9 N1 所以 它的变化量就是多少 就是10分之9 N1去减掉N1 就是负的10分之1 N1 就是它排出的10分之1 后来的比较少 原来比较多 再来再把这个刚刚N1是3R分之1 带进来 所以它排出多少呢 就是10分之1去乘上 3R分之1 就会等于30分之1乘上 0.0822分之1 所以答案是 答案就是大约0.41 答案就是B 4R分之1 感谢观看